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中山剑事件 中山剑这个事儿呢 在高中课本里面学过 但是呢 他用简短的一两句话就概括了 高中课本怎么说的呢 是说中山剑事件是由蒋介石发动的 借此他抓了中山剑的剑长共产党员李之龙 蒋介石由于这个事儿 他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这就写完了 所以说很多年以来呢 一直把这个事儿云里雾里不明白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历史事件 他肯定要有的他的什么呢 前因和后果 还要有他的历史背景 所以呢 今天我打算一节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中山剑事件的背景 背景是什么样子 背景就是当时松中山已经去世了 松中山去世之后呢 国民党留下来四个人来主政 有哪四个呢 胡汉民 汪精卫 廖仲凯 还有一个呢 许重志 那么前三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早期跟着松中山闹革命的三个人 胡汉民 廖仲凯 汉精卫 这个许重志呢 他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就是前三个人主政 那么这个许重志主军 松中山去世之后 由他们四个人来统领国民党 那么 胡汉民 他是右派 汪精卫是中派 廖仲凯 是左派 那么最后呢 谁取得了国民党主席的位置呢 是汪精卫 为什么 因为他居中 他跟左派右派关系都不远不近 所以说呢 左派右派都支持谁呢 汪精卫当国民政府主席 那么原本呼声最高的是谁 是胡汉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松中山去世之前 指定了让胡汉民来当代理大元帅 要知道当时松中山的职务是海陆空军大元帅 他去世之前指定的是胡汉民来当大元帅 所以说呢 胡汉民本来是可以接替谁呢 松中山国民党一把手的位置 但是因为他是右派 支持的人少 反而让汪精卫后来居上 那么说汪精卫后来居上 汪精卫是碰巧获得这个职务的呢 也不是 汪精卫也是很有实力的 因为他是松中山的遗嘱起草人 所以说不管是廖仲凯 胡汉民或者汪精卫 他们三个谁当国民党的一把手 那么都是能说得过去的 那么这个是背景 那么汪精卫当了国民党一把手之后呢 胡汉民因为恨谁呢 恨廖仲凯 廖仲凯是左派 胡汉民是右派 他俩是比较敌对的 所以胡汉民就让他的表弟胡一生 去找了枪手 而且呢 帮助他的这个胡汉民的表弟胡一生的 里面还有谁呢 革命革命军总司令 许崇志手下的一个军官 那么廖仲凯死之后 国民党内要求要严查凶手 谁杀的这个廖仲凯 就指定了谁呢 指定了汪精卫 蒋介石 还有许崇志 由他们三个人主管党政军一切事物来调查 廖仲凯怎么死的 结果很快调查清楚 这个事儿涉及到胡汉民 还涉及到许崇志 所以呢 蒋介石就把这俩人给抓了 把胡汉民抓了 把许崇志抓了 这俩人抓了之后呢 那么国民党的四大巨头 那么死了一个廖仲凯 抓了一个胡汉民 又抓了一个许崇志 那么国民党的四大巨头 只剩下一个谁了 汪精卫 和一个新上来的一个谁 蒋介石顶了谁的圈 顶了许崇志的圈 就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把许崇志抓了之后 把许崇志的手底下的兵 全部呢 然后整编 整编之后呢 加入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成为他的部队 那么这样子的话 形成的局面是什么 形成了汪精卫主党 蒋介石主军 那么国民党的最高层 就剩下他俩人了 那么再说一下 许崇志和胡汉民的去向 因为他俩是国民党的高层里面的最高层 所以说呢 如果处理他俩人 那肯定是致使国民党臭名远扬 封奔离席 那么当时汪精卫决定呢 就是不处理他们两个人 让他们两个人呢出洋考察 那么胡汉民呢 就去了苏联去考察了 走了 许崇志呢 没有出洋考察 他跑到上海 但是呢他当了一个御工 就说告别了军队 对汪精卫 对蒋介石都没有这种 怎么说威胁 所以说呢 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但是 汪精卫主党蒋介石主军 过一段时间呢 汪精卫就发现 蒋介石的野心非常大 他把军权牢牢的掌握在手里 慢慢的呢 而且呢 对于汪精卫的命令 他不太听 所以汪精卫这个时候呢 就联合共产国际的代表 这个叫纪山家 纪山家当代表的时候呢 鲍罗廷回国做报告去了 汪精卫就给纪山家说 这个蒋介石不太听话 怎么办 纪山家呢 的建议就是 咱们把蒋介石抓起来 抓起来呢 把他呢 送到莫斯科去 这是纪山家的建议 汪精卫呢 同意考虑这个建议 所以说呢 在国民党内风言风语 就是说 汪精卫要抓蒋介石 包括 蒋介石手下的刘志 刘志他抓到几个那种 印海报的人 都是反蒋的海报 抓住一些证据 所以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人心惶惶 他感觉 国民党一把手 汪精卫要对付他 所以呢 他整天这个神经就处于一个紧张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一个事就发生了 这个事很巧 就是26年3月19号 26年的3月19号 是有一艘外国的龙船 在广州的黄浦江面上 怎么着呢 被海盗给打劫 所以呢 这艘外国龙船呢 就向国民党当局求助 要求派军舰过来保护 所以当时呢 海军局的鼓掌 就是负责交通的这个鼓掌 叫欧阳忠 他接到这个外国商船的求员电话之后呢 他打电话找蒋介石 没找到 因为蒋介石 是这个时候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就说要调动军舰 得获得蒋介石的批种 但是呢 这个欧阳忠没有找到蒋介石 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传呼机 没有手机 哪怕你去上厕所了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找不着人 但是呢 这个外国商船的这个电话很着急 叫赶紧去帮忙游海盗 所以呢 欧阳忠呢 就觉得这个事比较紧张 就直接打电话给海军局的局长李之龙 李之龙是共产党员 要求派两松军舰 过去保护这个外国商船 那么李之龙接到电话之后呢 他是海军局局长 他就派了中山舰和宝碧舰 两艘军舰前到黄埔的这个江面上 去保护这个商船 那么到了黄埔军校门口这附近呢 又接到商船的电话 商船说海盗已经跑了 你们不用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 李之龙又叫这个中山舰和宝碧舰 开走 这个事被黄埔军校的学生兵 哨兵看到了 然后呢 就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早就听说 汪精卫联合了共产国际的济山家 准备怎么着 准备把他呢 绑架了 绑到军舰上 直接送到莫斯科去 结果两艘军舰莫名其妙来到黄埔军校 实际上人家是去黄埔这个江面上去保护商船 那么是路过黄埔军校 但是呢 蒋介石认为这是开到黄埔军校来逮他的 为什么 而且刚好当天有个事比较凑巧 汪精卫连续三次打电话找蒋介石 而问蒋介石在不在黄埔军校 秘书说不在 汪精卫在一天之内找了三次 那么第三次蒋介石来接电话 问有什么事 汪精卫说没事 就是打个电话问问你在不在 那么种种这种巧合 使得蒋介石就认为汪精卫已经开始动手了 所以呢 蒋介石就觉得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奉起一搏 所以呢 他命令他手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那么第一军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 百分之百听蒋介石的 叫第一军呢 第一包围苏联公共 纪山家的驻地 就是第一 第二 解除谁呢 周总理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的这个职位 第三包围谁呢 汪精卫的办公室与住处 这个事已经到了3月20号 就26年的3月20号 蒋介石做了这个动作 而且呢 蒋介石命令学生军把广州的城门给关起来 广州戒严 那么到了20号早上汪精卫才知道这个事 知道这个事之后汪精卫大怒 为什么 他是国民党的一把手 蒋介石完全就没有在通知他的情况下呢 怎么说 又派兵包围苏联的驻共产国籍的代表 又排挤共产党员 而且呢 最可恨的是还包围了他的办公室跟他家 所以呢 汪精卫就给部队的首长打电话 当时呢 国民革命军总共呢 从第一军到第七军七个军 他打电话通知 七个军军长 除了第一军军长 就是蒋介石是军长 那么何应青是副军长 他俩没来 其他的部队都来了 那么第二军军长 比如说谭延凯 第三军军长是朱培德 第七军军长是谁呢 李宗仁 都来了之后 那么当时汪精卫在军事会议上 就说要处理蒋介石 要把蒋介石撤职查办 把他抓起来 结果 与会的这些军长 要么不作声 不吭气 那比如说是第二军的军长 谭延凯 他不说话 保持中立 那么第三军的军长 朱培德说 他认为要和平解决 不然的话 这是国民党的内讧 那么第七军军长 李宗仁也不说话 包括陈前 李基生 有的呢 就说 哎呀 他蒋介石的黄埔军太厉害了 打不过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汪精卫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他是国民党一把手 蒋介石居然把他的办公室包围起来 准备呢 把他软禁起来 他没有获得他任何命令 蒋介石擅自的行动 这是典型的发动政变 所以呢 汪精卫认为他受了很大的侮辱 虽然呢 到了三月二十一号 蒋介石呢 撤销了这个禁言令 把这个事的来龙去脉 蒋介石搞清楚了 知道这是一场误会 他亲自登门给汪精卫道歉 这时候汪精卫呢 觉得受辱了 就去意已决 就是他要走 他要辞职 到了三六年的三月二十三号 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来辞职 就是他辞去国民党一把手的这个职位 然后呢 远走法国 去了法国了 他为什么去法国 因为他在法国读书 读了四年 法国比较熟 走了 那么留下这个烂摊子 留下烂摊子之后 汪精卫一走 蒋介石的势力空前膨胀 蒋介石又获取了更多的权益 那么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选举了国民政府主席是谁呢 第二军军长唐延凯 但是唐延凯呢 你想一下 他不管是在党内的号召力 包括他的军事实力 跟汪精卫比起来 差距非常大 也可以说唐延凯呢 是半个傀儡 所以在汪精卫走之后 国民党的这个局面变成什么 唐延凯任国民政府主席 名义上的一把手 蒋介石任国民国民军总司令 形成了唐延凯主党和政 蒋介石主军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山剑事件的全部细节 这回您了解了吗 今天就讲到这里